是 要問一個幾個問題 其實現在都在說 大家都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會不會你們和民主黨 或者民間多選 會影響到他們的選情結果 就是有特理、有些建制派的 其實你是怎樣看這個說法 另外就是想想這61人 現在都叫做有兩個議員在這裏 你們其實現在的認為 是要起碼補絕兩席 還是一席都沒有 是怎樣的 我剛才說過我們那個 所謂 我們對那個議席的成敗 我們是不重視的 不是用一個 主要的訴求不是這個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人民力量撥亂反正 給選民有一個新的選擇 民主派要洗牌 很簡單 這個很清楚的 只剩一人兩票是一個騙局 我們會在選舉期間 會有論述去反駁這些 所謂的偽民主派 講到自己很厲害 香港人爭取一人兩票 他不說他 就送香港人繼續 這個小圈主選舉 是吧 他們是誓死反對的 行政長官選舉的辦法 他在立法會有投撻成票的 是吧 他講一筆不講第二筆的 這些將來在那些論述裡面 我們都會講的 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卓奇就是 我們不覺得 我們這種做法 是會 好像他們所說 抑制了建制派 是吧 那你當選民傻的嗎 是吧 為什麼你民主黨要這麼害怕 我們去參選之後 原本投給他那些人 不投投給我呢 是吧 你應該很有信心 是吧 我們是不堪一擊的 多一個來競爭 我繼續贏 這樣就很威風 是吧 你問他回頭 是吧 為什麼會有你這種說法呢 是吧 那你反過來 我剛才也講過 那他不要選 讓我和民建聯隻抽 那我就不用做民間聯B隊 他也不用做民間聯B隊 他在這裏都是做民間聯B隊 知道嗎 其實他是共產黨B隊 是吧 你說我是民間聯B隊 你幹嘛走又去中聯辦 和共產黨密室談判 支持政改方案出賣香港人呢 他不能跟我爭辯的 就算你的新聞界 他問這個問題 也沒有意義的 是吧 還有一件事 他也說不當我是同路人的 公開講的 那你不當我是同路人 我又沒有參加協調 就是你打架 那個位置做到你死為止 傳給兒子 是吧 是吧 是不是他傳給兒子呢 這個位置 我在這裏做開的 你來這裏選的 即是一九建制派 就是你在這裏做開才爬你走 做這麽多年都沒有建樹 這個是很清楚的 對不對 所以這班人是厚顏無恥 還有 這麽沒有信心的 你怕我們人民的力量什麽 59個空降 他樣子都沒認得那些人 怎麽搶你幾百票呢 對不對 你這麽害怕 你何俊仁在屯門那裏這麽多年 是吧 屯門這麽多民主派的區議員 保衛黨主席就可以了 是吧 保住他 不過都保不了他了 看他樣子 我想我簡單補充 什麽叫做泛民主派 很多青年朋友 特別這些記者不是很熟悉 其實泛民這個名稱 是有個明確正式的定義的 但是講講一下 就被人濫用 被人濫用 還有道用 非法道用 泛民這個名稱 2004年的時候 那個泛民 就是基於2004年的參選共同政綱 是有個共同政綱 大家簽了的 2004年就是 2007、2008雙普選 2008年的參選共同政綱 你在2008年的參選 聲稱自己是泛民的 你是必須接受 2012雙普選 都簽了的 所以 那些所謂聲稱自己是泛民 但是又放棄背離 背信棄義 違反自己的承諾和政綱那些 正式法律上 其實那些人應該 自己要退出泛民 或者不配 再聲稱自己是泛民 你自己放棄了這個政綱 你當年簽名的 你都未到2012年 你就放棄了你的承諾了 所以那些人 如果仍然有些少廉恥之心 還有記得當年 為什麼自己叫做泛民 那些人應該退出 這個所謂泛民的陣營 但是那些人竟然厚顏無恥到 繼續聲稱自己是泛民 當作自己是泛民的代表 所以我和英文變無選擇 又退出了這個偽民主派 操控的所謂泛民的組織 所以現在大家看回歷史 等同你是基督徒 你又出賣了耶穌 你怎麼稱自己為基督徒 等同你結婚三盟海誓 簽了這個誓言的 最後你去通姦 其實民主黨就是政治通姦 是吧 他通姦完之後 跟著說自己 仍然是維護這個婚姻的 你叫他扑街了 是不是這樣說 是吧 所以大家看回 出不了街 那個原則和那個歷史 是有個圈圈在那裡的 所以你既然背棄了和放棄了 這個當時大家的承諾 你根本就不會再聲稱自己是泛民 我也想說一些 其實一個支持民主的 所謂政黨的政治團體 民主黨自稱支持民主 基本上任何人 任何其他的組織參選 他都不能夠透過這些所謂 標籤為對手的B隊 C隊 然後他希望抹黑別人 然後阻止別人參選 這種是非常不尊重民主的精神 任何人參選 參與這個民主的選舉 應該是只可以熱烈地擁抱 如果你稱自己為一個 支持民主的政團 也都正正是他們這種心態 就是我們這次人民力量 要參與這個區議會選舉 就是要清除這些瘀血 這些瘀血就是他們覺得 他們自以為是代表民主的政策 一直想霸著個位 然後令到民主這個運動死氣沉沉 就是這一幫人 所以我們出來 為何要撥亂反正就是這樣 亦都是為何要清除民主黨 萬協這些藝民主派的語血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謝謝 全部都對付寶寶寶 其實我們 全部都是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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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我們在他心目中也是搞事 不是在陀女區 又是敵人 就是他們的標準 但是我們沒有刻意要做一個比例 比如我舉例我九西 我們九西都有超過二十人去抓住 看看那個位應該有成九龍西 我們有二十個 九龍西我們有三個區議會選舉 一個就是有尖王 一個就是深水埗 另一個就是九龍城 我們有三個不同的計劃 一個叫燒鴿 一個是拔筍 另一個是滅屬 我們只是在九龍城 和這個西九新動力 梁美芬為首的西動力直接對壢的 我們有五個區和他選 滅屬 我們有七個區去選 有五個區 六個區 應該是六個區和他選 就是滅屬行動 滅屬大隊長是醫生 滅屬大隊長是歐陽聲勢醫生 在黃培 和兩個自認美女 一個梁美芬 一個黃碧雲 聲勢醫生 會打算在那裏 讓大家兩個女人之中有另外一個新的選擇 滅屬 滅屬就是在深水埗 深水埗是民協的地頭 我們有七個人在這裏參選 大部份都是民協會在這裏參選的 還有有建制派的 燒鴿就在尤尖王 兩三丁都是 二個九龍西 但是那個燒鴿最偉大的任務 就交給選民力量港島區 所以港島區大部份的選民力量參選人 他參選的區都會和民主黨競爭 另外就是大舊領導那區 新界西 一個屯門 都很多白鴿仔 真正正和民協和民主黨會競爭的區 其實現在我們約我一計 大約不到一半 即是在我們現在參選人裏面不到一半 所以就不要下下說我們只是張著他來 是不是 OK 我們一樣 所以你看我們的新聞稿寫得很清楚的 我們是要制裁保皇黨 排魅民主派 OK 就是這樣 就不存在剛才梁卓奇那個說法 是不是 這個是他自己在哭怕的說法 作爲一個民主黨主席 講到尾想哭的那麽 要這樣搞下去 那就是 建制派 我們可能差幾百票就輸了 那我就建連P隊 大佬 唐董那個大黨主席 這麼沒氣魄的嗎 是不是 我們59個人參選 日空降 61人 59個是空降的 到時我幫蘋果起條標題 人民的力量全軍盡默還可以 對不對 這樣就代表我們輸了 當然不是 運動會成功 是不是 那個指標 就是勝敗的指標在那裡 勝敗的指標就是給選民多選擇 到時你們就計算那些票數 對不對 譬如我加上那麽多個區拿幾個票 每個區就他們幾個票 那條就是數 那個就是指標 那麽就不是 老實說 大家都很清楚 這麽區議會一隻抽一隻的議席 單議席單票仔 你怎麽選得那個 天天在那裏派東西那些黨 大哥 對不對 喂 那座樓成座樓 他叫得出任何一個家庭那個人的姓 大哥 你行不行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恐怖到這個地步 在地區上 是不是 打電話 王八 你今天六十歲生日 我們一會兒有個同事上來 送禮物給你 大哥 你跟他選 對不對 所以民主派自己要反省 他們是不會反省的 你全盛時期民主黨 九五年 在立法會有十九個議席 立法局十九個議席 他議會有一百席 為什麽聯絡到今時今日 只有五十席 是不是 選完這次可能只剩下四十 是嗎 剛剛提名三個 超級公民組別記 四十不夠 四十 四十不夠 那就借幾個位給公民黨 四十五一 三千 二 first 三千 六十五 五十五 三十五 五十六 五十五